好 看下一个单词叫deteriorate 叫做恶化 我们所说的叫做worsen 这词造词很简单 就来自wors worsen糟糕嘛 加个n之后变成动词后缀了 worsen变得糟糕 恶化的意思 我在咱们这个课程当中最开始的时候 还给大家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恶化 叫什么呢 叫做exacerbate 大家对这个词看还没有印象 中间来自于谁 ac是尖酸有关嘛 变得越来越尖嘛 加强变得越来越尖刻 也是叫做恶化 意思叫exacerbate 那我们来看这个单词叫做deteriorate deteriorate这个单词呢 也叫做恶化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单词为什么叫做恶化呢 所以马上看出来前缀是谁 第一 后缀是谁 at 前后缀很明显就出现了 中间部分就看它中间部分 再次讲了背单词一定要记它核心的部分 你整体记记不住的 就记一块里面 它的意词比较好记 中间就中间读 读中间一部分就读 你看它长得很像哪个词 挡住之后你看它很像哪个词 长得很像哪个词 你学过terrible不学过吗 恐怖分子terrorist 这个前面中间就是来自他 这个前半部分是来自谁呢 这个第一曲的还是这个加强 因为这个词本身表示恶化 负向的动作嘛 所以这个词是一个加强 加强变得越来越可怕 ate动词后追 所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 deteriorate 你读一读 中间是个terror 闭上眼睛想一想 看能不能写出来吧 第二个r变成i deteriorate 加强变得越来越吓人 越来越恐惧这个状况 这个叫做恶化 叫做恶化 来自于terror的下面注意 还有一个同源的一个派生 就是谁呢 就是deter deter 现在他旁边 deter这个单词呢 deterate它的前半部分 都来自于terrible 这个词呢 这个第一还是取得是一个加强 你看这常常的就是恶化 加强变得越来越可怕 恶化 这个也是加强去吓唬猪的感觉 此之去吓唬它的感觉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阻碍 或者是叫做 我们说叫做阻下 下退的感觉 或者反正震慑猪的感觉 你看这个生活当中 比如说你们家小区门口 你刚一出小区门口 过来一只狗 朝你叫两声 你可能会吓唬他一样 这样的一个动作 把这狗下一跟踪 是这种感觉 这要知道 这个叫做 这样的一个动作 叫做阻下 或者叫做阻碍 大家其实就把它 替成阻碍就行了 因为在北美考当中 考的还是阻碍这个概念 它其实发现成 又一种震慑的感觉 通过这个威胁 威逼利诱的感觉 这样去阻碍一个人 做事 这个叫做deter 它的名词需要写在下面 叫做deterrent 叫做阻碍物 叫做阻碍物 叫做deterrent 其实这个很好奇 就是它前面 后面加了个ent 变成单上是名词 deterrent 叫做阻碍的意思 阻碍 阻碍的反应词 谁呢 刺激 凡不知人给大家 是不是讲过了 对不对 gold 还是这个单词吗 咱们讲过 我让你通过good去记 好 鼓励孩子们的时候 说很好很好 goodgold 这是为了鼓励他 你不能说做错一道题 光光给俩耳光 从此不做了 这叫goodgold 放到一块儿进去 一个是阻碍 一个是刺激 而上面这个单词呢 叫做deterrent 这个不要写错 就把第二个r变成了i 那么这是一个 不急不动词 恶化 恶化其实一共有四个单词 除了刚才我提到的两个 werson和exacerate 还有这个词以外 还有一个词 这个词呢也是 托福里面的词 但是如果你要上了大学 大学考过大学四六级的话 这个大学四六级里也有 叫做aggravate aggravate叫什么 加重恶化 为什么它叫加重恶化呢 这是一个加强 没备的东西看一看 如果高中的孩子 没有备的东西你看看 这是加强 中间部分是哪个词 初二物理课学过吗 重力怎么说 叫做gravity 是不是加重的重啊 是不是重力的重啊 ate动词后缀 所以这个词的意思就是 加重 意思非常直接 读一读 aggravate 你可以把gravity写在旁边 重力那个单词 好了 现在咱们回到这个词上来看看 这是恶化 那么它的反义词呢 就是改善提高 改善提高呢 有两个词 第一个词就是幼儿园词汇 叫improve 这个improve improve 这第一个词 这是咱们在中学学过 improve这个词 第二个咱们来看 国外考试里考的是他 把这俩词一定要放到一块去记 叫什么呢 叫做ameliorate 这俩词为什么放到一块去记呢 就是因为它后面属于模仿造词 后面是一样的 你发现没 看后面是一样的 你读一读 deteriorate 第二个词是ameliorate 加强变得恐惧 这是恶化 而下面这词呢 叫做改善提高 这是几个种词 这是不几个种词 叫做ameliorate 为什么我们说叫做改善提高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这个a 它在此时候其实取的是一个否定 为什么改善呢 就是中间这个mal 还记得吗 这个词跟谁来自学的变形 就是male叫什么 叫做坏吧 还记得吗 男人坏男人坏 跟坏有关 所以叫做没有变坏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ameliorate ameliorate 没有变坏 这叫做改善提高变好 这两个属于模仿造词 后面是一样的 那比如现在 类似于这样的造词 咱们在以前也学过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让大家更明白一些 比如说我们学过叫解雇和雇用 怎么说 解雇叫做fire 雇用叫做hire 这都是模仿造词 这也是一样 都是earate结尾 ameliorate和deterate 好了 那这里面这个单词 到这里不说了 然后继续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dexterous dexterous dexterous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做灵巧的 或者我们说叫做惯用右手的 习惯用右手 灵巧的 惯用右手的 那么这个单词呢 它里面出现了一个词根 谁呢 就是这个dexterous 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right 跟什么有关 跟右面有关 我在第一天的时候 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词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是咱们在A字母的时候 在A字母的时候 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词 叫ambidextrous 看有没有复习 叫ambidextrous 我怎么去讲呢 我说ambidextrous 叫做两只右手 是左手跟右手一样用 左手能当右手用 这叫什么呢 叫做双手灵巧的 双手善用的 双手灵巧的 双手善用的 dexterous又来一遍 把这个词根再次回忆一下 因为它确实在基础词汇里没词 这个词根比较难记一些 它第一个意思就表示 跟右面有关 就要惯用右手 人用右手 右手第一个就反应就是什么 就是灵活的 灵巧的 那么还有一个 这个词根下面用这三个词 一二 还有一个就是它 叫做dexterity 原来我们在考试当中 大家应该背一背 其实就是它的名词 dexterous的名词 把后面后缀换成了谁 ity 换成了ity 这个单词发现什么意思呢 叫做敏捷灵巧 敏捷灵巧的意思 叫做dexterity 一个是双手灵巧 灵巧 灵巧 大家注意一点 如果考试当中 要考到右这个词的话 那它一定考的是敏捷 这个概念 考的是敏捷灵巧这个意思 好 那么这一组词到这里不说了 结束 好 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diatribe diatribe叫做抨击谩骂的意思 抨击谩骂的意思 还是一种批评谴责了 那我先说一下它的反应词 反应词是谁呢 就是我们说 批评谴责的反应词 那必然就是表扬呗 叫eulogy 送阳送词 这个词 大家看看 这个词我以前给大家讲过 EU 我说跟什么有关 U是美好 好嘛 U log是说好话 叫送词 一个是在阳散送 一个是抨击谩骂 那么我把这个词 给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注意一下 它是名词 为什么这个词叫做 抨击谩骂的意思呢 dia作为前准来讲 表什么呢 注意啊 dia它作为前准有两层含义 第一个意思叫做between between叫什么意思呢 叫做dialogue 两个人之间的 我依据你 以及两人之间的谈话 这叫对话 第二个叫什么呢 叫做across 第二个意思叫做across across表什么呢 叫做跨越 从这边到这边 这样一个动作 学数学的同学看看 咱们考数学 diagonal 你就得认识 对角线吧 GON表是角 你看穿越对角的线 这种感觉 对角线 跨越的意思 从这边到这边 大概有这样两个意思里面 那么这里面这个单词 抨击骂骂 它其实取的是之间 取的是这第一个意思 tribe呢 这个词大家有没有学过呢 tribe tribe表示的意思 叫做部落的意思 r叫做部落的意思 宗族部落 比如说我们说原始部落 你说你叫做primitive tribe 叫做原始宗族部落 叫tribe 这个tribe怎么去记它呢 为什么它表示的意思 叫做部落 它是来自于前面 前缀是谁呢 而是三 因为这个咱们都应该知道 三角形的三嘛 对不对 第二个这个be 它是来自于be be叫人嘛 个体嘛 存在嘛 所以为什么咱们说三个人 能立这个道理吧 为什么说三个人 叫做群众的一群众在一群人在一起嘛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部落 如果你要这个觉得不好记的话 你怎么去记 你就记住三个部落 咱们想想三国演义嘛 这样想想 而且你看三国演义之间也是一样 部落之间 你骂我我骂你 你打我我打你 是这种感觉 叫dia tribe 三个部落这样去记 部落之间相互谩骂 指责诋毁 叫做dia tribe 叫做dia tribe 叫抨击 那么刚才我讲了一些 跟谴责有关的字 可以跟它归为一类 比如说宣布一个人 公开谴责叫denounce 还有re有五个词 还记得吗 五个不证明 不接近 不理解 不服从命令 还有叫不可以 这几个谴责 reprove reprehand 不理解 不接近 谴责 叫做反对 reprimant reprehand 还有我们说叫做rebuke 对不对 咱们刚才说的这几个词 rebuke 那下面我给大家主要说一说表扬的词汇 在这边讲一讲 他们的反义词群 跟表扬有关的反义词群 跟赞扬表扬有关的词 好 咱们来看第一个词 叫做accolade 第二个词 acclaim 我给大家总结完 大家一定要放到一块去看 因为考试就这些词 常见 常考都已经挑出来了 下一个词叫做command 下一个词叫做 eologize 下边叫做exalt 下一个 ex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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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边 complement 下一个 load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组词 这组词都是跟表扬有关 这组词都是跟表扬有关 第一个词叫做accolade 这边第一个是名词 第二个词 acclaim 动词 第三个command 动词 comend 下一个单词叫做eologize 动词 下一个exalt 动词 下一个extall 动词 下一个词叫做complement 这类词两词性 名词动词都是他 下一个词叫做law的动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叫做表扬 但第一个是名词 大家看一下表扬 赞美 表扬赞美 那么这个单词大家通过谁去记呢 这个首先还是前后最还是比较明显 双写嘛 第二就是ade 咱们第一天讲化妆舞会masquerade 名词的后缀 这词肯定它中间来对核心 不会是中间 co你写的旁边就可以了 这个co它是来自于谁呢 col 它是来自于color这个词 要看它的词源的话 是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领子这个词 它是加强 赞美的时候 咱们在哪受语容 在领上受语 你看咱们说有的时候 别一个勋章 可能别的胸前 或者别在领子上 受语什么一个荣誉 一个头衔 一个荣誉 这个要知道 在领上受语荣誉 这个叫做acolor 它是这种感觉 acolor acolade acolade 想一想 这件事个color 在领上受语荣誉 没有人说别一个荣誉奖章 别的屁股上 没有 别的胸前 这个位置 和别在领子 这个地方 叫做acolor acolade 第二个词叫做aclaim aclaim叫什么呢 叫贺彩 叫做贺彩赞美 贺彩称赞的意思 为什么叫贺彩称赞 那就是加强 claim叫什么呢 是不是叫做宣称叫喊呢 你看就是加强叫好 记得我的一个解释 你就加强去喊 就是好 这种感觉 你看运动会 就是咱们四乘一百 过来的时候 你们班的同学过来的时候 马上大家会加强去喊 加油加油 这种感觉 这叫贺彩 贺彩称赞 还是表扬的意思 贺彩称赞 下一个叫做command 这个跟命令就下一笔 前面不要看错 命令叫command 那是cmand command这个通过谁去记忆 它是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高考的一个词 叫做推荐 推荐怎么说 前面加一个叫re 叫recommand 有印象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推荐后面这个词 叫做公开赞扬 这个词一边有指强调 公开的表扬 公开的赞扬 叫做command command 因为咱们说推荐 得推荐什么样的人 你看你到以后到大学的时候 比如说实习单位 业务人单位 找你们系主任 说推荐几个人 对吧 这里面要知道 得推荐受到表扬的人 你不能说受过处分 留到查看都推荐走了 不可能 一定推荐 得奖学金的 受过表扬的人 这个要知道 通过推荐举计推荐表扬 推荐表扬 推荐一个人 其实就是一种表扬他 说他好的感觉 下一个词叫eulogize eulogize其实就是eulogy的名词 大家看出来没 就把y换成ize 对不对 这叫做歌颂 这是语气比较重的了 歌颂 颂扬养养党的恩情 歌颂颂扬养养 下一个单词叫做exalt exalt这个单词表什么呢 也是叫做highly praise 叫做高歌 颂扬养 大家把这两词放在一块 因为这两词造词结构 都是基本是一样的 你看啊 一个叫exalt 一个叫exalt 他俩呢 就同样的 你看咱们先来看第二个词 exalt 这个词呢 来自tau的变体 tau叫什么 是不是叫高啊 这个ex都是取加强 ex取加强 它实际上是把一个人捧高 这种感觉 你看咱们如果是 咱们在中国捧一个人当年 米卢 就最简单的那个例子 十年前那个时候 这是把一个人捧上天的感觉 能把一个人捧上天的感觉 这个叫做把一个人 推到很高 推到神坛 这个叫做高歌颂扬养 其实这个上面这个alt呢 它如果作为词根来讲 它也表示高 为什么它作为词根也表示高呢 咱们学过哪个词呢 学过一个词叫做 海拔高度 叫做altitude 就来自这个词根 跟高有关 所以它俩造词结构是一样 同一词 exalt extol 把一个人捧高 赞扬 读一读 exalt 把海拔那个词写在旁边 高度 写在旁边 就高歌 这样去看高 叫做extalt 还是来自于tau 原音变形 o和a 下一个单词叫做complement complement complement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也是表示对我们说的赞扬 恭维赞扬 但它是一个不好意思 恭维赞扬的意思 但它不要跟谁搞混了 那大家注意 你先别跟这词搞混了 我写下边了 叫complement 这两词呢就差一笔 大家看一下 这两词就差一笔 一个是i 一个是e 看一下 所以千万不要看错了 下边这个单词呢 下边这个complement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说的表示 表示的意思叫做补充 最好注意 最后一个单词 complement 这个词表示补充 名词就翻译成叫做补充物的意思 补充或者是补充物 而上面这个词表示的是赞扬 不要记错 因为它们是同源 词言相同 而且它们的这个发音还一样 所以不太好记 还行进词 你怎么去记它 我说一下 如果你下边这个词没有背后 你就旁边写一句话 就是想想我 我赞扬 complement 下面是e e是补充 我赞扬 e补充 读三遍 每次复习两个单词的时候 读三遍 complement complement 我赞扬 e补充物 我在中间是赞扬 另外e是补充物 它是来自于完成 你通过完成去记忆 你看 完成 叫complete 完满了 叫补充好了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laud L-A-U-D L-A-U-D laud laud这个词也是 这是一个诗歌用词 比较正式一些 但它在北美考上也出现过 表示的意思也叫做 颂 歌颂 歌颂的意思 歌颂表扬的意思 这个通过谁去记忆呢 它来自于上帝这个词 就是Lord 歌颂上帝 感谢上帝 唱圣歌吗 歌颂上帝 叫做laud Lord 歌颂上帝 如果你觉得 Lord这个词 你说老师没见过上帝 不信上帝 你就通过谁去记 你可以通过大典声去记 loud 大声赞扬 L-O-U-D 通过他去想也行 作为行李词去记也可以 好了 那么这次到这里就结束了 把这个表扬的词 咱们从到尾看一遍 想想 每个词有一个特点 第一个词来就领子 想想在领上受于荣誉赞扬 第二个呢 加强去喊 叫喊 喝彩 下一个词 推荐 recommand command 推荐受个表扬的人 推荐表扬 下一个 说好话 歌颂颂扬 下一个词 把一个人捧高 把一个人捧高 exto exalt exto exalt exalt 下一个词呢 叫我赞扬 义补充 我赞扬义补充 最后一个赞扬上帝 感谢上帝 好 那么慢妈 抨击这个词 大家再看一下 叫部落之间 相互抨击 所以叫批评和表扬的词 咱们基本上给大家说 差不多了 你看还有几个比较难的 到第二阶段 以后咱们再讲 好了 看下边 下一个词 叫做 这个叫做 delipidated 叫做要坍塌似的 或者是 年久失修的 比如说delipidated house 就是年久失修的房子 你看咱们可能看过一些老楼 已经四五十年了 这楼都要倒了 打一喷嚏就掉两块砖 这种楼 这样的楼叫做 要坍塌似的 很破旧的 这个单词呢 也是比较难记一些 比较难 这一告诉我 它后缀是谁 是这吧 去掉 前缀是谁呢 delipidated 看中音一跨就能看得出来 di咱们也说过不止一次了 di作为前缀叫什么 是不是叫分开啊 离婚的离吧 对不对 叫离婚的离 所以这个词 全去掉之后呢 剩下中间这一部分 就是delipid 就看中间这一部分 读一读 delipid delipid这个肯定咱们没见过了 因为这个词根下面 就两个单词 就两个单词 它作为词根两样 本身表示的是stone stone stone表什么呢 石头 石头 在北面考试当中 就考过两个 而且基本都是在高级考证 才出现的 看这个单词 在新更年里面也有 新三里面也有 那么还有一个词 就是在GRE当中考到了 叫做lepidary 就是到后期的时候 有点再往上 如果考GRE的东西 你可以现在先背一背 作为一个认知词 我先看一下 跟石头有关 所以你看ary我讲过 我说ary如果是人的话 ary如果是人的话 表示人 对不起 说错了 ary如果是名词后缀的话 ary如果是名词后缀的话 那它表示人或者是地点 人或者地点 那这里面它表示一个人 就是石头跟石头有关的一个人 它变成石头人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叫做加工宝石的人 宝石加工者 加工宝石的人 那么下面这篮词呢 现在你看一看 为什么叫做 年久石修要坍塌似的 现在能看懂了吗 是不是就是指什么呀 石头全分开了 其实就指这个意思 你有的时候 你会去一个地方 你会发现 有的地方 这个砖都掉了 砖头墙皮全掉了 就是指石头全分开了 这个叫做 年久石修的 要坍塌似的 你再把这个 刚才写的保石膜 写在旁边 就对照有个参照 对这个石头 这个词根会有一点点 你要就写一个词 就会更难记了 主要记中间 读读三遍 lapid 前面是di 分开 后面是后缀 你这样去记成三块 就比较好写 要你就顺着往下写的话 就根本没法写 你也写不出来 delapidated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主要还是补充一下 这个记一词 第一个词叫derelict 第二个单词 叫做decrap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比较难记 derelict和decrapt 这两个词比较难记 也是比较难的两个单词 两个形容词 都可以形容建筑物破旧的 气质破旧的 咱们一个一个解释一下 有一点点区别 你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叫做derelict derelict表示什么呢 第一个 它可以表示的是建筑物 叫气质的破旧的 就是什么叫做deserted 这种感觉 被气质的 这就是用不了了 破旧气质了 叫做derelict 比如说derelict parking lot 一个气质的停车场 都可以 它是来自于谁呢 你看这个前缀还是第一 那到底什么意思 一会咱们再判断 如果你要背过这个单词的话 那么derelict就非常好记 你看这词你有没有背过 叫relix relix relix relix叫什么呢 叫做遗记 遗俗 遗址都行 叫relix 有见过这个词吗 如果你认识它的话 你放到一块 你看这不是这样 遗记吗 就是被气质的地方 现在没有人再去使用它了 就是工作参观去使用了 这个第一其实取得是一个加强 叫derelict 你要认识这个词relix 叫做遗记遗址 遗记遗址被遗下来 遗留下来的吗 叫气质的 气质破旧的都可以 那么这个你说老师 如果这个relix 我没有学过的话 那咱们就回忆回忆 第一天讲那个词 叫relinquish 大家还记得这个词吗 说叫relinquish something 跟renounce一起讲的吧 三个for 两个re forgo forsake forswear 叫放弃系列 还记得吗 先走一步 然后呢叫做forgo forsake 为原因而放弃 还有个叫forswear 叫做宣誓放弃 然后下面这个呢 叫什么呢 还有两个renounce和relinquish relinquish叫什么 叫做不情愿的放弃 勉强放弃 它其实来自于这个词 放弃这个词 看一下谁跟谁 发生了一个变形 c和q 这个词叫放弃 其实它前面这个第一 还是去加强 其实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加强放弃 所以叫气质的 破就气质的 不用了 破破烂烂这一块 气质的 所以你要通过relinquish 这些也可以 就是derelinked derelinked 是加强去放弃 还是放弃气质的 气质 这是它第一个意思 这第一个字不太好背 它第二个意思叫什么呢 你看把什么气质 第一个是把地方给气质了 气质破就的 第二个表示什么呢 表示人的行为做法叫什么呢 叫做neglect of duty 叫做玩忽职守的 玩忽职守的 不认真 把一东西 把一事儿给跑 扔一边去了 把一事情给扔一边 说这个事情做事 没认真做 叫做玩忽职守的 玩忽职守的 叫做derelict 两个意思大家都要记 好 看下一个单词 叫decrapt decrapt这个单词呢 第一还是 前坠 它要取什么意义 咱们一会儿来看 这个词中间部分 CRE记住 以后看到CRE 就想着谁呢 create 是对什么有关呢 创造有关 创造有关 这第一期 它取的是一个否定 没法创造 不再能干 干不动了 咱们经常你会发现 年纪大一点的同学 也会发现 哎呀我现在可记不住了 就是做不动了 创造不出来单词了 记不住了 记不住最主要的原因 叫什么呢 叫做 你经常会说 哎呦我现在我可记不住了 怎么的了 叫做aged 叫什么呢 叫做衰老的 衰老的衰弱的都行 衰老的衰弱的 不行了 现在老了 就是不再能创造了 decrapt 就是老的 年纪大了 衰老的衰弱的 那第二个呢 其中建筑物呢 什么叫衰老的房子 那就是指破旧的 就是这个意思 破旧的 破旧的 所以说这两个 第一开头的两个单词 比较难记 比较难记 叫读 多读一读 就特别难记的词 一定要多读才会有印象 叫做derelict 想一想 叫做加强被弃致的 叫derelict delinquish 你要通过relics学习也可以 遗旨 遗迹被弃致的 下一个词呢 不再能创造 追记在前面 不再能干了 干不动了 所以这个叫什么呢 叫衰老衰弱的 或者玩房子弃致的 破旧的 好了 那么这次到这里不说了 把中间这个词 再看一看 石头这个词跟lepid di分开 delipidated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decompose 叫做不安 好 大家看下这个单词 叫做不安 那么这个词很明显 它是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后半部分 有这样的一个词 大家看出来没 也是一个基础词汇 谁呢 叫做compose compose这个词 大家应该以前 应该学过这个词 以前应该学过 因为它比较基础的一个词 高考里面 四季里面都考过 compose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第一个就是它表示创作 因为咱们说作文叫composition 作曲不就是这个词吗 对不对 composer 作曲家 composer 创作 第二个意思叫什么呢 叫做组成 比如说water is composed of hydrogen and oxygen 水是有氢和氧构成 你看这叫做油成什么组成 water is composed of hydrogen and oxygen 组成 第三个意思叫做镇定 就是calm down 冷静 镇定的意思 镇定的意思 所以这个第四在此处 取的是它第三个 取的是这个 镇定这个意思的反应词 它的反应就不镇定嘛 叫做不安 是这个 但注意 创作的名词是作文 就composition 但注意镇定的名词叫什么呢 叫做composure 这要能看清楚 所以说不安的名词 应该叫做discomposure 这名词是不一样的 形式不太一样 那么刚才说了 它第二个意思刚才说叫组成嘛 组成还派成出了一个反应词 这个反应词更重要 叫做decompose 叫分解 组成的反应词嘛 叫做分解的意思 叫做分解的意思 叫做decompose decompose 好了 那么一共就是 这个来自于compose 它是派成出这样两个单词 就是一个是不组成 叫做分解 compose decompose 一个是不安 di一下 dis一下 分开的 精神分散 不安 不能够集中精神 不镇定的感觉 叫做不安的意思 那么这里边 把这个词根呢 给大家写一下 这来自于谁呢 是这个pos pose pose这个单词 咱们都应该学过 咱们都知道 来造像的时候 来给我摆一个pose 咱们都知道 叫姿势造型 但是如果作为词根来讲的时候 它表示什么呢 叫做to put put叫什么呢 叫做摆放的意思 作为词根跟摆放有关 咱们经常会说摆造型嘛 没有人说整造型 摆一个造型 是吧 就跟摆放有关 你看谁跟谁变形了 O和US和谁一样 T 这都是一样的 跟摆放有关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这个词叫组成呢 就是因为放到一起嘛 compose 放到一起 所以叫组成嘛 对不对 那下面看有哪些排声词 其他的词 咱们在这个 之前 你看其实在这个托福的 阅读当中也会考一些 比较简单的词 大家看看这几个简单词 看有没有印象 咱们先写一个几个简单 像这个词在托福的词汇 第一张是考过的 expose 还有我们所说purpose 这如果我们已经 过完六级的同学 这词都应该认识了 你看还有没有印象 dispose impose 这几个词 全都是基本是在六千以内的词 我相对来是比较简单一些 稍微难一点的 咱们写在这边了 第一个 dpose repose 下一个 transpose 下边 juxtapose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这样几个词 大家看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superimpose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词 这几个pose全都是动词 第一个词 expose propose p-r-o-d-i-s-i-m-pose 下面depose repose re transpose transpose 下一个juxtapose j-u-x-t-a j-u-x-t-a 下一个词superimpose super加个impose 好第一个单词 这个词叫什么告诉我 暴露 有印象吗 EX向外面放出来 放到外面暴露 这个意思还是比较直接的 名词exposure 对不对 讲一讲 放到外面暴露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propose 往前放 这叫什么呢 叫做提出 把这东西放到最前面 先提出来 提出 叫做提出一个建议 提出一个计划 叫propose a plan proposal 它还有什么意思 表示求婚 也是这个词 你看求婚的时候也是 向前放 它向身体向前放 你看求婚的时候 咱们都是单腿跪地 身体向前一轻 逃谁没钻戒 没有人原地 苦痛一跪 不可能这样 一定是向前求婚 向前摆次 这样一个东西 向前摆个字 叫求婚 下一个dispose叫什么呢 dispose叫做处理 disposeof 就在叫做处理的意思 处理 但dispose还可以表什么呢 表示我们所时叫做 这个这个 陈列 还有这样一个意思 陈列摆放 因为这个这怎么放 dispose咱们讲过 这表示分开吗 分开放 全给摆开了 分开 dispose分开吗 这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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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摆开 这叫做陈列的意思 dispose 下一个是impose impose叫什么意思 回一回这些字 im想想放在上面 im表示在上面的意思 有四个意思 im和in再来一遍 im和in有四个意思 向里进入 进口的进 import 第二个表示是 什么呢 表示我们所叫做相反 possible impossible 否定相反 第三个意思表示加强 绝大部分前摆都还有加强 这也有 最后一个意思表示上面 所以是放在你上面 压在你身上 你想要压着你 这东西强加给你的 叫做impose 好来看这边的词 稍微难一点的词 第一个词 depose 就往哪放 是不是给你 往下呀 给你拿下 就给你放下来 拿下的感觉 叫做罢免免值 remove somebody from his office 叫做罢免免值的意思 叫depose 给你拿下来 放下来 下放了 下放到流放放走的感觉 罢免免值 第二个是repose 往哪放呢 re画一个横线 标注往表示back 标一下表示向后的意思 所以说往后放 往后摆一个词 你看咱们现在听课的同学 你可能听了很久了 我觉得很累 很累怎么办 把身体往后放 记住我的一个词 它这样有种 身体向后放 靠一会儿这个椅子被 眼睛一闭腿一灯 干嘛呀 干什么 睡觉 累的时候就睡一觉 这个叫做repose repose 身体往后放 叫做休息或睡觉都可以 休息或睡觉的意思 身体往后放 下一个词叫做transpose 动词 trans咱们也讲过 这样的一个前置 叫做从这边到这边 对不对 或者我们叫做跨越 从这边放到这边来 从一边放到另一边 它表什么呢 叫做改换位置 改换顺序 transpose 这个像这个变魔术的那小子 叫什么呢 叫刘谦 是吧 他说这个像这个物体 置换位置 置换空 从这边放这边来了 跑这儿去了 这个叫transpose transpose 最后一个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叫做juxtapose juxtapose这个稍微难一点 这个呢是在SAT里面的一个词汇 juxtapose它是来自谁呢 中前半部分 它是来自这个 junction junction咱们都知道叫做连接处 咱们在以前学过连词怎么说 叫conjunction 学过吧 这不大家不肯章什么叫连词吗 conjun吗 写到这是一个简写吗 连词这个词 所以你看知道 是连在一起放 你可以把连词写在下面 C和Z一样 X一样了 这个B辅音N给取掉了 N给取掉了 所以说 放到一起并起来 并排放置 是这个意思 连起来放 这个单词的意思 就叫做并排放置 这个单词的意思 就叫做并排放置 叫做juxtapose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superimpose impose刚才说叫什么意思 比较强加于 放到上面嘛 super还在上面再放一个 你看这放一个 放到上面了 上面再放一个 就这三个放一起 咱们说这三个怎么样 叠加 叠加 上面上面再放一个 叫做叠加的意思 叠加在什么什么上面 好了 那么一共就是这几个post 大家把它放到一块 再次强调 那么不要忘记分解那个词 叫做不组成decompose 不安叫discompose 下一个放到外面是暴露 向前摆字是求婚 下一个分开摆放 这叫什么叫陈列 下一个放到你上面是强加于 强加于 给你拿下下放 叫做罢免 身体往后放 靠一块凳子睡一会儿觉 睡觉休息 从这边放到这边 改换位置 改换顺序 下一个词呢 连在一起放并排放置 最后一个词叫做叠加 好 这个词结束了 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词叫做disillusion disillusion disillusion 叫做醒悟幻灭 或者对什么什么大失所望 I was disillusioned by your performance 对你的表现很失望 大失所望 彻底幻灭了 这个叫做disillusioned 这个它是来自以前 它是来自illusion 这个词 illusion 看一下啊 illusion呢 这里面也是托弗里的一个词汇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背过 illusion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幻觉 叫做幻觉 fantasy 对不对 幻觉 那么这为什么幻觉 就通过有病去记 其实这个一会儿我会说话 这个词根 就通过词根 不是特别好记 不是特别好记 它是来自loose 跟玩表演有关 产生幻觉 那这里面加上通过生病去记 这人是生病了 有病了 产生幻觉了 illusion 所以这个dis取得是否定 叫做幻灭 不再有幻觉了 不再有幻觉了 叫做disillusioned 这个幻觉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叫做delusion 把这两个放到一块 illusioned illusioned 这两个放到一块去记 都不是表示幻觉 都是表示幻觉的意思 从生病去记 illusioned illusioned disillusioned 叫做不再有幻觉 其实我们在以前学过一个词 对什么很失望 是哪个词 叫做disappoint 大家对这个词有影响吗 叫disappoint disappointment 对不对 也是对什么什么感到很失望 很失望 不再有任何幻想 那么这边这个词根呢 写一下 就是lus 它和谁呢 和lud lus和lud 我们来看一下 作为词根来讲 它本身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to play play表什么呢 叫做玩 或者我们说叫做表演 玩或者表示跟表演有关 你看一看 那么通过谁去记呢 有这样几个 几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prelude 下一个叫做interlude 下一个叫做postlude prelude interlude postlude 然后这边 还有这样几个 一个叫做allude 下一个词 collude 下一个词叫做elude 最后一个叫做delude 后面啊 注意一下 这个可能有点连了 都是lud LUD 第一个叫prelude interlude postlude 中音都在这前面 然后这边注意都在第二领节 allude collude collude 下一个叫delude 最后一个叫elude 还有叫delude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 前三个词 它写出来之后 大家有没有会发现 有一次惊喜的感觉 有吗 没有 会发现都不认识 是吧 第一个单词你会发现 这三个词你仔细再看看 你看看它们前面不一样的地方 你发现它们其中有什么规律 前面 inter什么中间吧 post到什么意思 后面嘛 所以你看叫前奏 间奏 尾声 就是后奏 你看最后演奏嘛 play是不是有表演的意思吗 最前面演的 前奏 序曲 前奏 第二个叫中间演奏 间奏 最后一个词叫做尾声 最后说的 叫做尾声 好了 那么这里面 大家可以通过这三个词 去巩固这个词根 通过它去记一记 s和d 发生通假了 前奏间奏尾声 玩或表演的意思 那咱们来看这几个词 咱们先来看第二个词 第二个词呢 这个意思是最直接的 这怎么演呢 一起演戏 看这样一个动作吧 collude 一起演 这叫什么呢 叫做勾结 collude with somebody 小的时候 看为什么我们说勾结 一起演戏 是勾结 小的时候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 就是找一小伙伴上你家 你跟他说 你跟我妈说 我昨晚上你家了 咱俩别骗一下我妈 跟我妈撒一谎 这叫做一起演戏 你俩在那一起演戏 你妈要发现了几场过程 你俩都不能演戏 如果你两个人 这种感觉 他叫做勾结 串通都行 勾结串通 上面这个单词呢 叫做allude al是一个加强 加强演 allude这个是不及不动词 叫to allude to表什么呢 叫做暗指提及 间接提及 暗指 韩沙 就是他讲的什么 就在那一直在那演 不说 在那演 这个叫做allude to 叫做暗指提及 不直接说出来 暗指提及 叫做allude 生活当中 你看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比如说管你妈妈妈要钱的时候 你不要钱 你不说妈我没钱了 你经常在你妈面前演戏 你说妈最近 哎呀总吃不饱啊 哎呀最近怎么都瘦了 饿的啊 这样一个动作 总在那表演 这个叫做什么 叫暗指去 暗示一个事情 通过表演的方式去暗示 下一个叫做elude e呢作为前进来 方向是哪 向外 方向是向外 出去的感觉 出去的感觉 所以你经常家里 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出去玩一圈 出去玩出去演 家里大人谈事呢 说你出去一趟 我们大人谈点事 这要干嘛呢 叫做躲避 回避 躲避 躲避 回避的意思 躲避 出去玩 躲避一下 避一下 叫做躲避 回避的意思 最后一个词叫做delude 这个第一其实是一个加强 演戏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叫做欺骗 它等于谁 等于deceive 跟它可以放到一块一起 deceive 经常有的时候 你们俩就会说 你给我撒谎 你给我演戏 是吧 这种感觉 你给我演戏 你给我撒谎 欺骗这样的一个动作 delude 第一开头是一个消极 这组词 大家还是通过前缀学习 但它这组词 没有一个正向词 你看全是反向 你看第一个 elude是暗指 加强演 只演不说 只演不说 加强演的 暗指题 第二一起演戏 勾结 演一出 下一个叫elude 出去玩 你出去玩一圈 家里大人谈点事 叫做躲避 躲避避开 下一个词呢 叫做delude deceive 演戏是欺骗 那么这里面我说一下 它有一个词 就是第三个词 这个躲避这个词 在北美考试当中 往往都考它的形容词 你给我写一下 因为你背完词 你得背考哪个单词 你得背哪个 你别背离的单词都不考 白背了 elusive这个单词 是考试当中的重点要记的 但是呢 它除了表示躲避的 有这个意思以外 但是它不考这个意思 它一般都考形容词 考什么意思 第二个意思叫做什么 叫做晦涩难懂的 这大家知道 你看这个东西总躲着你 逮不着这个东西 叫做晦涩难懂的 elusive 大家读的这个词 考的形容词 晦涩难懂的 那么这个路的下面 一共这样一些词 看看前奏前奏后奏 前奏前奏尾声 然后呢 这几个演看怎么演的 书上这个单词叫做醒悟 不再有幻想 通过先计illusion 生病了产生幻觉了 illusion delusion illusion delusion 好 那么这组词到